大家好我是倒车 一个走幽默挥斜风格的娱乐频道 有些人在选游戏玩时 喜欢选黑暗类的游戏 闯黑暗的迷宫 行走于黑暗的地牢 刷宝刷装备 有些人则喜欢选择纯爱类的游戏 享受清清纯纯的爱 女友伴身边或男友伴身边 抱着亲爱的另一半直到天明 又有些人喜欢既黑暗又爱情类的游戏 一面被不明觉厉的黑暗笼罩 一面在剧情中邂逅爱情 今天倒车我要聊的是 有改编成礼番 很黑很黑很黑暗 可是又可以很纯爱的游戏 明客学员受胎篇 游游开头 主人公受到昔日恩师的召唤来到异世界 阿布是来到充满香香滴女学生繁花盛开的学员 起初主人公以为恩师派给她的是一个B级任务 教教学没事的时候摸摸鱼 想不到恩师交代她的任务等级是ASASR 要她用胯下的火神众机突突突 横扫整个学员 从明客的深渊中拯救被侵蚀的五大女主 五大女主从左到右分别是 主人公的青梅 喜欢称呼主人公为欧尼匠的真实 外表黑皮 又很喜欢和主人公黑皮的童华 娇小的庶民眼镜娘 小葵 白毛双马尾 高傲的学生会会长 利欧 最后一位是黑长直吃女 林乃 明客 是发生在学员中的黑暗事件 事件发生的原因不明 发生时身体会燥热口干舌燥 重要部位会痒痒的 何以解痒为有经意 主人公听完恩师的解释 呆若木鸭 恩师不等她回答 再说道 因为学员的学生主要是大小姐 她们的家教通常很严格 所以她们都是黄花闺女 带字闺中 鸿蒙未辟 白碧无瑕 花镜不曾圆客嫂 棚门经史为君开 白话文就是处女 阿犹斯坦 主人公一听 内心瞬间产生抵触的念头 她为人师表 怎么可以做这种丧尽天良的龌龊事情 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学生出手呢 但随后她就被自己打脸 主人公自幼痴比非奶粉长大 火神重击30公分好棒棒 18公分不寒头 面对五大女主 子弹出膛壁见血 可能有人会好奇 主人公难道不会精进人亡吗 直接说结论不会低 她不会武功 但天生神力 进到学员后 饭菜被加入微差钢打补单 再加上有些女主 像是青梅还会送上撞羊药 帮主人公打助攻 主人公下体获得前所未有的霸夫 强化到牙齿 先天的优势加后天的加持 她是想不应都不行 游戏的玩法采取的是文字冒险 加一点点策略模拟的要素 有物品栏 有五大女主数值图 有选项 游戏的打工夫风格头尾不一样 前期多是一对一丁孤知 中期有一些三人型场景 玩家可以决定先后顺序 先扫射教育谁 后扫射教育谁 题外话 青梅又是送撞羊药 又是穿情趣内衣 真低骚 游戏后期 明刻不知为何扩散到学员外 一堆男男女女看对眼力刻一二三合体 组成变形金刚体 五大女主有可能出现在合体场景中 主人公可以与这些场景互动 当然 如果玩家不希望女主们出现在合体场景中的话 只要和女主们培养好感情 善用物品 以及最后的选项选 我低字典里没有放弃 我低后宫寸步不让 就不会出现女主们的合体场景呦 游戏结尾 故事没有完结 明刻的真相人味浮出水面 谜团将在续作明刻学员态动片中得到解答 最后我要说的是 黑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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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点赞 小铃当当当 这样一来就不会错过精彩的更新咯 你们可以cycle好吗 小铃当当当од